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超过44种语言实时翻译成英语 不仅如此 Snapdragon Co-Pilot加PC现在可以支持简体中文的实时翻译 有20多种语言可以实时翻译到简体中文 不过这个功能是隐藏的 需要使用激活工具进行激活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在加入Windows Insider之前 这一步一定要操作 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 确定没有多余的Windows更新之后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 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边的滑快开关 点击后退按钮 点击即刻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户 选择Microsoft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仅限Microsoft应用 选择开发人员频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如果点击继续按钮没反应 可以在任务栏上的设置窗口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关闭窗口 或者直接按键盘上OUT加F4关闭当前窗口 重新打开设置并导航到该选项 再次选择开发人员频道 点击立即重启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 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块开关 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这里已经显示最新的可用更新 等待更新完成 经过漫长的等待 更新已经安装完成 点击立即重新启动 又是一次漫长的等待 这里就直接掠过了 现在Windows 11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 但是由于是跨版本更新 更新包会比较大 如果不清理 磁盘会被占用大量空间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点击左侧的磁电脑 在本地磁盘C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点击详细信息按钮 点击临时文件按钮 等待杀新完成 选中以前的Windows安装文件选框 如果不清楚该选项 C盘就会被占用10多GB的空间 如果后续需要还原到以前的系统版本 请不要执行该操作 点击删除文件按钮 选择继续 稍加等待即可完成删除垃圾文件 下载Windows11隐藏功能激活工具 VivaTool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 下载之后将激活工具解压缩 进入到VivaTool解压目录 复制文件加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Hello 大家好 又见面了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桌面 首先任务栏是最底端 任务栏的主题采用了Vista风格 点击开始菜单 也是从上部弹出 给大家看一下版本号 Windows 1124H2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风格 跟着视频做起来 这里还有Windows XP风格 Windows 2000的风格 es vez是 试性的风格 产生的风格 试性的风格 什么 消责性的风格 注意 你们看这个风格 非常迷的 手感 意不立即 如果大家可以 甚至Windows 98的风格 这些风格非常适合怀旧的朋友